习近平在今天下午抵达了青岛看望爆炸事故当中的伤者 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继续和本台特态青岛的记者陈开联系 陈开你好 你好元月 请告诉我们习近平在青岛的行程安排 他对于这次事故的处理还有哪些具体的指示 好的那么习近平呢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来到了这个当地的医所设置伤的医院 看望了这个医护人员 他当时在医院做的一些指示呢 就是说要做好善后的工作 特别是一些死者和伤者的一个救治 以及死者家属的一个慰问工作 随后呢他又来到了这个事故现场的强行指挥部 由当时的一些国务委员组成的一个调查小组 跟他做了一个工作汇报 并且是做出了一切的指示 那习近平的指示中呢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除了是要求这个做好善后工作以外呢 习近平也是在这次事故中间首次提出了 要依法去严惩有关的责任人员 这意味着可能呢 这次的事故的一部分的调查呢 可能也会随之的启动 然后呢习近平也是强调 对于青岛的这一次中式化油管泄漏 所导致的爆炸事件呢 一定要起到一个紧致作用 他特别提到像青岛也有一些这种 老的这种燃油的管线啊 它是隐蔽性非常强的那种安全隐化 一定要做一个全面的排查 而我们在之前的采访中 也跟青岛市的政府呢 也进行过确认 他们现在已经是在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工作 另外呢关于这个残民安置呢 现在我们在这个片段中有提到 现在这个老百姓有一个非常迫切的要求 就是在发生了这个以付出几十条人民为代价的这个事故之后呢 他们希望能够搬离这个令他们恐惧的地方 就搬离到一个能够令他们这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去 我们也希望呢这一次习近平的指示呢 能够让这些老百姓的护士呢 早日得到一个回应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这样 再见